其實我們是大家一起合作可以分敬合情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特別請郭家軍的人來陪我們這樣子 那你們有看外界的合約分敬人家還是設成更新嗎 其實沒有 因為像蔡幸旅也好 像劉宥統也好 他們本來就是我們要爭取的人選 本來就非常的優秀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這次的名單 就我剛說的 是非常非常的 我們在談的時候是大家是非常的平和的 那也很感謝像譬如說像劉宏軍李委員 他本來是台戰第一名的 可是他自動願意放到第二名 因為他說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資歷都很優秀 那他們彼此看了之後他們都願意往後讓 而不是去爭要前面的 所以這個也讓我非常的感動 其實以後的事情我們現在都說不準 明天的事現在都未必說得準 那我們如果這次可以衝過百分之五的話 那我們就會不負負選民的托付 然後這張總統票呢 我們會很慎重的去應用它 不是說我們私相授受 要給誰就給誰的獎成 對我覺得因為意外跟明天 你都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嘛 所以現在講2024的事情會不會來得太早 會不會太早論斷這樣子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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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是有需要的話 明東你是代表郭家軍嗎 呃 我第一個代表我自己 明東 我來台灣大家說加油好嗎 好 台灣 加油 第三名是聯華月子榮譽副董事長 代表科技界的宣明志 宣董事長 第四位是永齡機器會執行長 劉宥彤 劉執行長 排名第九是永齡機器會副執行長 代表傳播界的蔡慶瑜 這個名單之前 主要首先謝謝 全國各界 包括各政黨 其實都有許許多多的這些優秀的人才 都向親民黨來推薦 我們在幾經考慮之後 離定了這個名單 我想郭董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他的參選過程 然後配出候選人 我們一直一直關懷的 就是是不是有良好的政策 我們共同的感覺 是政治是最大的公益 那這個公益呢 要靠良好的政策來推動 那良好的政策的產生呢 是要在我們全民 是在我們的立法院裡頭呢 能夠把這個人民 希望政府能做的事提出來 希望他們把事情做好 這就是我參與的主要的動機 所以能否代表國家資金嗎 我第一個我代表我自己 第二個我代表科技界 科技界呢 一方面呢 我們希望台灣的科技產業 不管是這個 知風訊 不管生物科技 各方面的科技能夠進步 創新 良民國際 郭董說他都願意 為這個國家 這個 奉獻 然後捐錢 自己人都捐出去 然後李宣明志你做什麼 好 老師你不要講我怎麼打中你 你也要講這個 好 其實我們對於每個政黨 他是推薦的概念 但我們絕對只是說 只代表多種意志 我覺得只要我們要進入 立法院服務 我代表就是人民的意志 那我個人除了是 有聯機經濟會的拜訪以外 我們長期同事公益的活動 我個人是實際上在這一次的 國民黨民進黨 本來都有一個所謂新創建的立委 許玉仁以及李婉仁 事實上這一次他們都沒有辦法入列 如果大家了解的話 其實我是長年在新創圈中服務的 所以我也希望未來能夠代表新創圈 科技新創未可能發生 另外還有更重要的是 我們長期有我們教育 在教育界裡面 我有非常多支持教育的朋友 他也在昨天呢 也給我 送了下落的訊息 希望未來其實在立法院裡 有更多教育的事情 是百年大忌 也希望新民黨能夠負起這個責任 可以大家一起見 明瞭